蜘蛛侠万万没有想到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眼睁睁地看着劫匪逃跑不说 自己却被突就抓上万里高空 幸亏钢铁侠送给他的高科技战甲 奖劫到异常 及时弹出高空降落水 这才避免他今晚成为突就的高蛋白食物 李德被降落散裹得像粽子一样掉入手中 幸好路过的钢铁侠将他从此去做出 这才让他重新捡回一条响命 托尼希望他能脚踏实地 每天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就比如帮邻居的老奶奶买油卡 或者能好好学习 将来当一名医生或者是律师就挺好 如果遇到这种危险的事情 最好是第一时间告诉哈皮 而彼得却认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自己能做的事情远远不止于此 回去的路上 彼得突然发现刚刚坏蛋掉落的武器残骸 他将东西带回实验室 就这样敲了9989 彼得卸掉了武器的能量 两人本想趁机好好研究一下 却不料刚走出大门 就遇到了突就的手下 为了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 彼得悄悄地发射了一枚迷你蜘蛛追踪器 通过实时位置跟踪 他们找到了罪犯的落脚点 两人跟着定位来到了马里兰州 彼得为了不让托尼担心 他当即拆下了蜘蛛战衣上的定位器 胖子在蜘蛛战衣的系统中 无意间发现了新大路 原来托尼在制造战甲的同时 为彼得植入了智能系统 只要他不断训练 就能解锁新的功能 但基于证明自己的彼得也管不了那么多 他让胖子解锁了战甲所有的隐藏功能 彼得穿上战主 获得高科技人工智能的战甲果然非同一般 只需语音输入地址 就可以瞬间获得罪犯的实时定位 彼得坐上顺风车 来到了坏蛋藏匿的地 有了高科技的加持 彼得不仅能实时远从定位 在500米开外都能听到罪犯的说话声 他还解锁了576种喷射珠网模式 但问题是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彼得对于这么多功能 他一个都不会使用 然而就在这时 从远方使来三辆大卡车 原来他们今晚的目标 就是盗取运输车内价值连城的货物 只见突就用绳子布定住车辆底部 然后丢上去几个小石头 车辆上方瞬间出现一个时空传送门 突就当即跳了进去 他挑选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刚准备逃跑 由于彼得对战甲的新功能一点都不了解 他射出的蛛丝毫无论 打斗过程中 小蜘蛛不慎掉入车厢 还一脑袋撞了自己 当他再次醒来时 却不知自己身处有处 自行 人要继续 真 enterprise 感谢观看